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她在體能上說是女生 因為我們很多時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女生 有些是很健身的 她們做很多不同的運動 我唯獨沒有玩過Boxing 又或者我從來甚麼運動都沒有做過 如果這個運動對你來說是新的 你都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其實有幾件事 訓練可能包括體能訓練 技術上的訓練 如何用肌肉去出拳 如何訓練法力 如何令自己無受傷 之後就說到戰術 所以如果我甚麼都沒有 我是一個完全沒有做過運動的女生 我是否適合玩呢 都會由一些基礎開始 其實我覺得最重點是 我們會有一個預備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挑戰 因為你接下來要做的運動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適應 有些同學未必每一個同學都可以天生很協調 到某些動作可能會有些困難 但其實如果你做得到的成功感都會很大 我們會有一個心態去接受一個挑戰 或者是劇分的心態 心體上我想可以分開心理和生理 說了最直接在生理上 因為其實 運動是一個眼見以為我只是上身的動作 因為我們局限於上身的手去攻擊 所以距離來說我們是很重要的 我們有很多前後移動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很講協調和反應的運動 而練到甚麼肌肉呢 可以說的真的是全身 因為如果你真的由你剛剛開始去練 通常我們初學者可能會在上身或上肢的力量 但當你慢慢增加你的層級 你就會發現原來下身才是最重要的 你就會不停地去練 全身的肌肉都會發現真的很需要 這個運動跟很多專項的運動一樣 例如是劍擊、攀石、跑步一樣 事前在運動前也要做一個溫暖 你預算是5至10分鐘的慢跑或跳躍的溫暖 再重點是我們很需要活動到我們的關節 你也需要做一些動態熱身 即是dynamic的溫暖 包括可能是你要轉一下肩關節 你的寬關節 然後還有轉腰或側屈 加上你再慢慢去溫暖一些大肌肉群 例如是你要抬腿、踢腳 也有些簡單的可能是彈跳 但是令到你可以慢慢溫暖到肌肉 適應待會的運動強度 假設有些同學真的有些傷患是正在康復中 或者已經康復了一個很長的歷史的傷患 我們會留心它的濃度 可能不可以去到太高 但其實Boxing 因為真的用完全身 有時可能某些位置有些傷患 反而這個運動會幫助你更加強化肌肉 我接觸了Boxing大概是五年左右 以前我也見過一些打拳 或者她聲稱是打拳的女生 她很健碩 我心想我不會很想像她這樣 我可以說的是 只要你真的可以聽我們教練的講解 怎樣用多些肌肉去幫你做法力的話 你就不會去依賴某一部分去用 你的身形真的可以平衡 而且她真的可以全身掃進一個很漂亮的事